二楼烧铺的瓷砖脱落 砸出一位路过的阿姨 直接导致阿姨颅骨碎裂 右边上下只胎患 阿姨的家属们痛苦外风 他们付不起高傲的医药费 烧铺的物业还在一个劲逃避责任 说他们不是呆则方 没有明确责任之前 不会给阿姨垫付医药费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越迟现 被瓷砖砸破头的阿姨姓张 56岁了 家属在一处安置房小区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 如今的一场意外 无疑是血少家霜 张阿姨的家人悲风了落 一拨人留下照顾阿姨 另一拨人则赶往事发地 确认掉落瓷砖的来源 经相关人员解验 瓷砖是从二楼烧铺的 外野墙面脱落的 张阿姨的女婿非常肯定 物业一定是呆则方 物业你承包这个小区 你觉得是有责任 有义务 进行修杀 进行征证 比面这种实行的一个发生 张阿姨家人 分别找了房屋的物业负责人 以及商铺的业主 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责任 物业负责人表示 房屋是业主买的 业主就应该对房屋维护保隐 所以出了问题 就该找业主 商铺业主则表示 房屋外墙并不属于自己 属于公用的配套设施 所以应该找开发商和住建委 他们相互推责的做法 令张阿姨家人更加愤怒了 认受他们打的痛苦 居然到现在 没得人或的一个人 或者是鼓门 或者怎么样 和问过来看过 都说你们且咨询律师 目前最要紧的 就是确定下单则方 张阿姨这边的治疗 进不起等待了 目前的治疗费 就十万下去了 康复院的保养费 每个月又要好几万 张阿姨一家 掏不出这么多的钱 张阿姨家人 决定去找物业灭疗 甚至物业的态度 让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了 烧铺二楼瓷砖杂烧路人 物业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没有责任 物业副总表示 谁的外桥出问题了 哪家业主就应该出钱修 如果业主没有钱 那就社区来组织 所有业主一起来平台费用 反正说来说去 就是物业自己没责任 出了问题不要找他们 这阿姨的医疗费拖不起了 家属们办访了街道办事处 希望街道办出面来找物业 协商让物业先出这笔钱 来颠覆张阿姨的医疗费 等之后打完官司 法院判下来谁的责任档 就交这笔钱还给物业 物业经理周总表示 出事故的商铺业主家 有三四年没有交物业费了 且现在责任还没有界定出来 他还是希望先走法院的判决 法院判物业有责任 他就出钱 法院如果存实不出结果 他就要一直等着 因为物业公司的 上纪林导演在讨论 提前电资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阿姨此时还躺在医院 右边身体全部太坏 问他什么问题 张阿姨只能吱吱吱吱的发声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就这样饱受痛苦的受害方 因为没钱 因为物业的推责 要一直躺在背床上 等待治疗的进一步进行 到底这笔费用要从哪里掏呢 瓷砖脱落砸伤人 谁又是主体责任人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商铺二楼外墙的瓷砖脱落砸伤路人 高傲的医疗费 让家属不得不求助物业 恳求他们些电资 整治物业态度结定 法院判决结果不下来 不明确说明他们物业有责任 他们就是不出钱 家属们彻底含了心 面对家属们的质疑与失望 物业经理周祖离开了条件是 街道办负责人表示 关于医疗费太高 这还以急需治疗的问题 家属们可以申请明证上的包袱和援助 记者去采访了律师 律师表示 外墙瓷砖脱落 三类人群都有责任 一类是房屋的所有人 也就是商铺业主 第二类是房屋的管理人 就是物业 第三类是房屋的使用人 针对的是租客 律师明确表示 房屋外墙脱落砸伤了人 以上三类人群必须拿出证据 证明自己没有错 否则他们都要承担侵权责任 像外墙的瓷砖 并不属于商铺店家的招牌 或者商铺店家故意添上去的 而是大楼公共的部分 所以物业必须要呆责 此前他们说的业主负权责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张阿姨继续前来治疗 法院有相关规定 让明确有过错的一方先出钱 不用等法院判决结果下来 因此物业必须将张阿姨的医疗废负了 而不是故意拖延时间 就只会加入他们的罪责 事情的后续是家属们做了抵押贷款 先给张阿姨治疗 目前他们已经将责任方告上了法庭 就等判决结果下来 对物业实施判罚 事情虽然是个意外 却是一个大的民生工程 希望小区居民多关注外墙问题 一有发现就及早通知物业 而物业这边既然收了物业费 就要对小区负责到底 多做检查 多做维护 保止意外再次发生